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的候選人拜登 又在公開場合出醜 在昨天 拜登接受了美國CBS新聞一個節目的採訪 節目主持就問他 拜登啊拜登 到底你願不願意接受認知能力測試呢 這個世界往往就是崩口人技崩口碗 拜登一聽到這個問題 馬上就扯火 然後就失控發難詐來回答 在講拜登怎樣發難詐之前 我們就要先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示對我們的一點支持 多謝大家 拜登就這樣回答 他說不會 我不會做這些測試 然後這句很粗俗 他說Why the hell would I take a test 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不知什麼測試 粗口來的 Why the hell 他說拜託你啦老友 即是等於跟你說 你做這個節目之前 叫你測試一下有沒有吸食過 可卡因Cooking 他說你會怎麼想呢 你是不是隱君子來的 他講完這些說話 即是說 根本上是起了鋼 為什麼會起鋼呢 當然是因為他覺得 別人刺中了他的死穴 如果你問我的話 那段片的主持人 當他問拜登做不做這個 認知能力測試的時候 其實態度和語氣都是相當平和 不帶有半點的挑釁性 或者是攻擊性 事實上 作為一個選民 都很應該是有這個知情權 畢竟拜登不是說年齡其事 而是他都已經是78歲的高齡 而且他在跟人對答的時候 經常都會出現 語無倫次 口吃 或者是 疾機的情況 當然這個世界 總是無奇不有 是有例外的 比如說 馬來西亞前首相 馬哈第二 他做到95歲才退休 但是拜登的情況 不能夠同日而語 因為他的身體的情況 實在是令人擔憂 到底他能不能夠 熬過這四年 作為公眾 其實一定是有知情權 但是拜登選擇了迴避 他不去做這個認知能力測試 而且 從他的對答當中 也反映得到 他的情傷真的很低 人家問你做不做測試 做就一句不做兩句 是不是 不用說到什麼 那麼嚴重 根本上 就沒有那種大方得體 完全是被人篤中了死穴 所以 這些人 到底他能不能夠取信於民 是不是 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容易 特朗普 特朗普自己也有做過的 特朗普很厲害 他經常在炫耀 說自己做這個 認知能力測試的結果是不錯的 不過有專家就踢爆 特朗普做的測試 只需要10分鐘 而且 只包含 簡單的字母 動物 數學 這樣 我想是 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沒有問題 我又覺得 特朗普當然做到 他這麼精靈 說話這麼厲害 但是特朗普 夠膽去做測試 其實就是側面反映得出 拜登 簡直是懦弱不堪 喂 你不會連這些 那麼低B的測試 都不夠膽去做 是不是 說到那麼低B 那些專家說 你去做吧 是不是 你做了就沒有人質疑你 你為什麼不夠膽去做呢 不是連這些那麼低B的東西都過不了骨 都肥佬 那你怎麼做美國總統 所以這件事是為人救病的難免 在總統大選之前 本來就有三場的公開電視辯論 特朗普之前就邀請拜登 說可不可以加場 拜登當然是理你也傻 而且近期還有媒體開始放風 就說 現在疫情嚴峻 會不會考慮連這三場都取消了他 若然取消了這三場 對於拜登就相當有利 因為他一次電視辯論都不用做的時候 他就往往投放廣告就搞定了 他就不需要正面來去面對特朗普 但是他一做這個 電視辯論 他所有東西就會露餡了 所有東西就會 變形了 因為他根本上腦就轉不了那麼快 他一定不夠特朗普來辯論 好了 現在就放風說不搞了 這三場辯論 當然按照目前的消息 就未說取消 若然這三場辯論是照舊舉行的話 特朗普一定是爭回很多的分數 此外在過去一段時間 特朗普和拜登兩個人 就不斷地大鬥發 鬥什麼呢 就是鬥對華政策 哪一個更加強硬 總之你又踩下我 我又踩下你 就說自己才是最強硬的一個 好了 在過去這兩三個星期 特朗普和蓬佩奧 就對著中國 連環地出招 拜登不是執政 他都不能出招 那怎麼辦呢 根據福布斯的報導 他自己說的 拜登說 一旦當選美國總統的話 就會終結了特朗普加諸在中國的關稅 但是他就說 這樣並不代表他是放過中共的 他是會以其他的形式來對抗中共 但是他就沒有說什麼形式出來 你說拜登是不是語無倫次 和邏輯混亂 實際他喜歡對華強硬也好 軟逆也好 這個是他自己的立場 不要緊 不過 當他自己聲稱 說給特朗普 對中國更加強硬的時候 到底他自己 知不知道在說什麼 他取消關稅 就為之比特朗普更加強硬 但是就完全沒有提出一些新的方案 那你怎樣取信於民 當然 拜登這種取態 難免 大陸會禁恨 特朗普連任失敗 原來他只不過是不過意義的 這個拜登 另外 拜登在昨天宣佈了 將會在總統大選之前 投入2億8千萬美元 即是折合大概22億港元 在電視廣告和社交平台廣告之上 這個金額就已經超越了特朗普 自從2017年以來的廣告總支出 這次廣告到底他是賣什麼的呢 其實就是主打針對特朗普的負面文宣 他就是著重於 宣傳特朗普的防疫策略的失敗 並且就是替拜登 塑造一個溫暖和具有同情心的領導者形象 就跟特朗普的失敗者形象 呈現一個鮮明對比 不知道在那些廣告片 是不是拜登抱著小蚊子 溫暖 具同情心 而且他的廣告就是會主要放在搖擺州份那裡 下主力來投放 其實拜登的競選團隊非常之聰明 可能他們自己本身都心知肚明 拜登本人就沒有什麼賣點 是可以跟市民來去下級票 所以一直就針對特朗普的弱點來攻擊 一直就是搞負面文宣 而且他還是非常之成功 使得市民會覺得 沒辦法 兩害雙權取其輕 唯有選一個沒那麼爛的橙 其實特朗普的競選團隊之前搞錯了方向 經常想幫他宣傳什麼風功遺跡 又什麼貿易協議等等 如果太平盛勢沒事的時候 可能也會咒效 問題就是現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爆發 基本的情勢是不同了 如果他只是搞這些什麼文宣的時候 吸不到多少人的支持 故此他現在已經改變了一個策略 就是幫拜登做負面文宣 就是拜登如何的不濟能力 就是拜登怎樣說一套做一套 以前做副總統就是一套嘴唸 現在又另一套嘴唸 其實這些東西是會咒效的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特朗普和拜登的民望 根據很多民調機構的調查發現 都是開始收窄 之前最誇張的時候 就說拜登領先特朗普的支持度 是有雙位數字的 現在根據多個民調的結果顯示 已經是回落到窄幅的單位數字 幾個民調都說 相差是不過百分之五 已經逐漸回到所謂的 調查的 可能的誤差範圍之內 這個對於特朗普來說 當然是一個好事 最後就想說一下 韓國的執政黨 共同民主黨 在星期二的時候 搞了一場討論會 裡面就談什麼呢 就是談一下 美國總統大選 的選情是怎樣 這個政經學院理事長金昌進 他就說 拜登是有多少痴呆的職長 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是較高的 他說美國民眾是希望 總統擁有強而有力 和健康的領導能力 而拜登是好像自己做了什麼 轉眼就忘記的人 而在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上 這位金昌進就認為 特朗普比起拜登 將會佔了絕對的優勢 而且他還說到 說真正對韓國有幫助的 是特朗普 而不是那個連問題都聽不明白的拜登 他就說 一旦拜登當選 是無助改善 朝鮮和韓國的關係 其實金昌進這個說法 正正反映得出 在全世界裡面 稍為有多少理性和常識的人 都會跟他抱持著同樣的想法 我相信絕大部分人都同意他 那些意見 除了說 究竟能否改善朝韓關係 這是一回事 但是對於他 評價拜登和特朗普的性格 或者能力 我想沒有什麼人有意義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